女星杨子一直都是90后人气小化,尽量凭借长相似保持住了高热度 近期又是参加时装咒,又是高奢加持,可谓是红旗养人 自从换了造型室之后,杨子近期的造型也屡屡让人眼前一亮 跟过往的短发造型相比,长发更有了一些韵味和可塑性 不过因为杨子的状态也频频引发修徒过多的争议 那一名星热出修徒是众所周知的事儿,爱美之心人人有 但是修徒也会造成一种美化过度的虚假想象 导致生徒一旦曝光,就会加强这种落差感 其实生徒本身可能已经很不错,但因为金修徒摆在那儿,难免就会被炒 像杨子这次国外时装周的外媒生徒,有一些还是非常好看的 甚至可以做加分项,可片面工作室和粉丝都拿金修徒营销,有些可惜了 而这种金修习惯,也屡屡惹吐槽 杨子最新金照就被群抄了 原因是工作室把杨子脖子给秀的又细又长,甚至到了不合理的程度 就算是正面照,也能看出脖子系的离谱 整个头又圆又大,仔细看墙壁都被磨掉了 这种发痕的批图也是惹来不少吐槽网友 纷纷直言,又有点吓人了 还有网友调侃是不是范澄澄把脖子借给杨子了 认为两人的脖子都属于很长的类型 确实,杨子的脖子一直属于偏长,但是并不细 从距离的画面就能看出,他的肩膀厚实,脖筋有肉 这也是为啥杨子总被炒体壮 其实还是因为肩颈线不突出,才显得臃肿 从生图也能看出,杨子脖子是长的 但并没有精修那么细,属于正常的偏长型脖子 可能也因为肩颈线没有那么优渥,才导致修图重点放在了这里 但如果一旦下拉肩膀再收缩脖子,又在视觉上增强了脖子的长度 以至于脖子显得又长又细,整个人就变得很诡异 所以明星修图还是要注意整体情况 只注重强调一点,不看整体,出来的效果就会很奇怪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同样拿生图做比喻,就会发现 杨子的脖子虽然长,但没有那么明显,还是很自然的 可以理解明星工作室想追求完美的效果 但过度修图就会惹来群嘲 还会总被认为杨子是在强凹美女人设 粉丝更是不必拿着加了滤镜和磨皮的图到处控屏 因为杨子有热度作品加深 不必用别的话题不关注,也不用太过在意外形 毕竟演技实力才是演员的底气 会看杨子的成名之路一路曲折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杨子在16岁之前 曾两次见识过娱乐圈资本的厉害 只是结局都不怎么美好 第一次是他出演《家有儿女》第三部时 副导演突然对他说 投资方的女儿想演这个角色 你收拾一下东西走吧 杨子纷纷不平,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黯然退场 第二次是在杨子离开《家有儿女》剧组后 幸运地获得了一位影视圈大鳄的赏识 一度带着他四处露脸 话里话外都透支要捧红杨子的意味 这是杨子第一次尝到被捧的滋味 此后的日子里 杨子带着杨子参加各种节目 曝光度拉满之外 他还为杨子推出了音乐专辑 安排杨子在电视剧《男生日记》中饰演女主角 那时候的影视圈很注重炒作 尤其是炒作莫名其妄的恋情 半懂不懂的杨子也没能逃过这些套路 一开始是和马可 然后就开始变得离谱了 有媒体称 他和33岁的杨子关系过于密切 这也让杨子的关注度直线上升 隐隐有了成为娱乐圈当红小花的趋势 但最后的事情就让杨子和杨子都感到无语了 16岁的杨子一边长个儿一边长肉 脸上还齐满了青春痘 如果单从外形条件上来看 此时的杨子一点也不具备明星的潜质 而娱乐圈一直就是一个看脸的地方 杨子一世间无所适从 只能任其发展 没过多久 他就变成了一个满脸痘痘的胖丫头 捧人的和被捧的都蒙圈了 胭脂下降导致的结果就是戏约的减少 哪怕杨子动用了很多人脉 杨子的关注度也在直线滑落 资本是无情的 似乎杨子为了及时遮损便和杨子结了约 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很奇怪 偶尔遇到可能都会装作不认识对方 第二次临加了资本的手段后 杨子似乎想放弃了 当时杨子的事业几乎陷入停滞 要不是几年后他在一部影视剧中的伊吻 他的心图可能真像宋丹丹对他说的那句话一样 还是算了吧 2014年《战长沙》开拍 杨子出演了该剧的女主 而男主角是当红男性霍建华 在剧中姐夫霍建华变成了杨子的丈夫 霍建华带来的流量和关注度不容小觑 更关键的是霍建华还擅自做主 加了一段吻戏 杨子事先不知情 拍摄的时候发现霍建华向自己的脸凑过来时 他吓得不敢动弹 后来在采访中杨子坦承到 这部戏让他对表演有了全新的感悟 眼界都被打开了 杨子在《战长沙》中的表现 却是在同龄演员中极高一筹 演技自然 情绪到位 将人物的形象刻画得很生动 该片也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得到了9.1的高分 尤其是那段吻戏 不但让观众一向深刻 也让杨子成为当时的焦点人物 备受关注 此后杨子的事业大门再次敞开 并且前途坦荡道 连他都没有想到 人红了 就会被各种琐事所纠缠 一时间杨子的感情状况 成为网友的新目标 有人霸出他大学期间 和家里有矿的贺鹏关系不一般 但杨子无心炒作 只想拍戏 在正式成情之后 转身就进了欢乐颂的剧组 在这部剧中 杨子再次表现出过人的演技 他摄影的邱盈盈 话题度很高 凭借这个角色 杨子还提名了白玉兰奖 和精英奖的最佳女配角 此时的杨子 已经快要解禁顶流的行列了 在拍摄青云之时 杨子和秦俊杰相识相恋 后来两人还一起合作了 龙珠传奇之五间道 但这段感情也是没走远 两年之后 两人感情破裂 一度还闹得很狗血 这时候 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出现了 开始有粉丝站出来维护杨子 最明显的就是 张雪因因为和秦俊杰拍过闻戏 并在剧组和秦俊杰喝同一碗胡辣汤 而被骂上了热搜 粉丝攻击其他艺人很不好 但也从侧面说明 杨子真的要红了 2018年 杨子再次和邓某男星合作 出演了《香蜜》 最终杨子不但颜值在线 还是演技担当 他的几场哭戏表现得非常生动 让不少屏幕前追剧的观众 也跟着默默流泪 《香蜜》热播后 杨子一跃成为顶流 此时他心中一直渴望被业界承认 这个认可 就是拿下四大奖项中的 任何一个的最佳女主 可惜的是 《香蜜》最终只让杨子 提名了华丁奖最佳女主 而白玉兰奖 杨子连提名的资格都没有获得 2019年带着不甘的杨子和李献合作的偶像剧 《亲爱的热爱的》 当初大学的那个小透明 如今已经是英俊潇洒的大帅哥 两人郎才女貌 在剧中甜蜜的 让观众会不自觉的发笑 巧合的是 在《亲爱的热爱的》中 导演也在杨子不知情的情况下 加了一段吻戏 当李献的脸突然凑近时 能看出杨子又羞又惊的表情 《亲爱的热爱的》再次引发收拾狂潮 李献成了当红小生 而杨子则坐实了能带红男性的戏演 杨子心心念念的奖杯也随之而来 《靠着《亲爱的热爱》中的精彩表现 杨子获得了华丁奖 现代题材电视剧 最佳女演员的大奖 圆满之后 杨子已经成为了影视圈最红的女性之一 不但有颜值 更有演技 深受观众喜爱 此后杨子转的影视作品 总能一起广泛讨论 2021年的女心理事 2022年的余生请多指教 2023年长相思都是如此 杨子今年只有30岁 但他出道的时间却有23年 比一些年轻的艺人岁数多大 能取得如今的成绩 有天分有努力 有过失落和挫折 杨子能一路坚持下来 少不了心中的那份坚持和热爱 回看杨子的翻红记 偶然中有必然十分精彩 也希望他能在影视圈更上一层楼 在演技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在演技上取得更大 跟採治者一起关注 感谢观看